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说今天想让这个小Sara 当然我们也都参与 所以这个小Sara可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从这个多伦多我们一路过来到纽约 然后所有的准备的情况和我们最早 可能今天晚上就会到了前线 整个的这个过程好吗 好的 谢谢罗姨 我们很幸运可以清零这场战役 可以去到前线 然后在整个从第一时间接到联盟的通知 第一时间吧 长导哥给我发到了 发了信息 就问了我一句话 我们 你说 你敢去现场直播吗 我说 我可以 然后就只是一个很简单的提问和一个回答 就这一个消息我就来了 他说再找两个男孩 那我第一时间想到就是罗姨 因为同事在加拿大 我们兄弟姐妹真的是出生入死 上过好几次战场了 然后在整个接到信息来到纽约 每一天都在等待着这个战时的这个变换的过程当中 我们又是一种不一样的心情 那像我们的客服呢 他们的跌宕起伏就是说 每天接这些电话 那像我们呢 每一天就是在不断的准备齐全 我们首先我们救人之前 我们要保护好自己 那么在这方面 我们现在联盟做出的所有的 给我们战友所提供的这些物资 以及让我们采买的东西 是相当的齐全 那如果再有不齐全的 可能就是因为我没有想周全 但是我尽量把我能想到的 能准备的全都准备上 导哥说不怕花钱 你必须要想全 你必须要想到位 就是我们穿的会不会够厚 我们鞋是不是会舒服 我们的裤子够不够厚 还有就是我们防护的东西 像我们的手套啊 还有一种 还有这个医用急救包啊 还有我们这些 自己的准备的干粮啊 你不能说这个 你自己都没有吃饱的能力 然后你就救助这个 在这个战区的这些同胞们 以及我们所有的这个人类 对吧 你在保护不好自己的前提之下 你就不要清零这个战场 我想这个也是郭先生 给我们的一种提示 所以我们在这一次行动当中 奔赴前线的所有战友 我们是要更加仔细 更加小心 第一就是保护好自己 你保护不了自己 你没有保护好自己的能力 你就不要过去 那我觉得在这个时候 我们每个人都是 已经真的是认真起来 因为在每一个环节上 你不能出错 你真的在战时的这个时候 是错不起的 那准备的整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就是每一项东西 就是包括我们的外套 够不够防风 然后有没有抗寒的这种功能 那像我 我们买的这个基本上吧 导哥是说了 挑贵的买 我们一定是要整装待发 而且要求所有的 我们这一次出战的这些战友们 就是统一服饰 然后这样的话 就是我们走出去的形象 以及也在外面会更好的 让人辨识出来我们的样子 我们的形象 那还有就是像这些天嘛 这些天我们其实接到消息的时候 跟我们说 其实可能就两天以后就出发 那是两天前了 两天前 那就是其实是今天 那今天的时候呢 就是告诉我们 有可能是今天晚上出发 或者明天晚上出发 每一天都在变 那这个变的原因 就是因为那边能不能落飞机 那边能不能起降飞机 那边我们到底应该去到哪个点 去降下去 我们降下去以后 我们有没有我们的团队 已经在当地 就是我们欧洲 向大卫带领的团队 现在已经抵达欧洲 已经抵达波兰 还有我们文耀姐 还有文科 所有的这些 我们联盟委员会的 所有的这些农场主们 只要是在欧洲的 他们这些天 这些天一直在行动 一直在欧洲行动 联系各种资源 有大巴车的 就是像威蓝 一直在联系大巴车 然后还有我们欧洲的文科 一直在给所有的这些 要过去前线 做援助的这些人员 进行给大家一个组织 然后还有大卫这边 准备了很多的物资 包括当地怎么联系 那么我们其实说远在万里之外的 这个北美 北美来说行动上没有 没有那个本地 欧洲本地的这个灵动性那么高 所以我们必须要 在他们去 已经做好了 这个勘查过后 我们一定要在他们已经完成这个勘查工作 很感谢我们的大卫格 很感谢我们欧洲的所有的团队 我们的战友 那么他们这一次已经在那里 今天晚些时间我们会连线英国大卫 然后以及现场的这个可能是直播情况 因为那边网络还现在是不稳定的状况 有可能就是这个时好时坏 能不能打出去电话都有可能是个问题 所以我们尽量尽量要连线到现场的整个画面 好那我就讲到这里交换给洛伊 是的 我们是随时根据现场的情况来调整 但是现在大家看到我们整个的媒体组 我们导演小福利 还有我们所有的这些战友们 都是在这个紧密的配合 我觉得这场这个救援行动当中 他同样的是考验我们现在整个团结 刚刚小萨说到了 他像我们那当天到完之后 第二天马上我们就在这个开始去采购物资 开始去试衣服 因为我们需要第一要保护 就是有保暖和适应当地的情况 同时我们还要有一个一致性 所以这个小萨也是一直当天在和长导哥和大卫 一直在保持沟通 随时视频随时打电话 然后我们整个的一个在这个曼哈顿 还有纽德西还有几个地方 我们都一直在走和我们几个要去前线的战友 那么这个刚刚小萨也说到了 我们已经第一批已经到了 而且刚才得到最新信息 已经有这个交通工具 可以将这个在乌克兰救援可以救出来 这是非常非常好的消息 所以说我们现在在这个 现在也算是整个不算是前线 也算是后方吧 我们能做到就是配合好 然后让这个整个的工作能够高效顺畅的进行下去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一个这一个工作的目标吧 然后呢这个刚才小萨也提到 那么小萨其实也是经历 可能我们都看到所有人的工作 和昨天我们也这个又说最后一次直播 我们也直播 然后也看到所有的这些 在和前线的被救援人员的联系 和刚刚您也听到了这个零点战友 所有这些长导歌讲了这么多 那你对这个现在接下来工作和接下来救援 你有什么看法 好 谢谢洛伊 在我其实看来真的这是第一次有点激动 然后还特别的手足无措 觉得自己可能做不好一点 会不会就已经就会带来特别大的麻烦 那么所以这些天挺挺谨慎的 因为生怕说你的一个不小心在战争当中 一个情报可能一个表演符号都能造成一个 非常大面积的一种破坏 所以一定不能让自己就是犯错误 然后又是在这种就是分分秒秒都在变动的情况下 包括今天还我们还在每小时的在不停的 就是大卫哥那边在说 说我们还是现在是应该是按小时来计算 如果那个战区他们会停战 那么也许就像刚才长导歌说的 三小时过后他又开战了呢 对不对 他他又反悔了呢 他随时没有人性的他再放颗导弹怎么办 所以现在这些都是不可预测的 那么我想七哥的情报 情报是归于说我们在整个大的这个整个方向上面 包括detail的情报肯定是要掌握在这个最最最最权威的这个人手里 所以我们只是负责可以在这里坚信的帮助到这些已经被受伤害的这些战友们逃离这个战区 这是我们能做的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也不要太轻信 也不要太这个异想天开 觉得这个现在停战了 或者是这个有人说哎呀根本就不会打 或者是这个要不然就打死 所有的东西 在战时的情况下 你只有逃 都已经打在你家门上了 所以大家真的是只有逃 逃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逃到一个不会要你任何私人信息 不会要你任何钱 只是想把你救出来的这种 这这个组织上面 好那就是新中国联邦 24小时紧急克服联系方式 如下 我们是RuAtUkraineHelp.info 或者是NFSCUkraineHelp.info 然后联系电话 这两个全部都能打得通 24小时在线 所以大家一定一定一定 还是真的是 看见这个直播 看见这个声音 赶紧去打电话 打电话有人就会帮你 当地现在我们所有的人物 全都已经是采买 采买到位 然后所有的包括最贴心的大卫格 我们整个爆料革命里 最汉子 最能给你温暖的大拥抱的 都是在那里准备着 接待着所有的战友们 是的 所以刚刚小萨说的特别好 所有的这个有需要的 和您认识的 和您有可能有渠道传播的 都请传播 刚刚这个小萨说的这些联系方式 和右下角的二维码 这也是这个新中国联邦法治基金 乌克兰救援行动 那么我们现在先放一段视频 一会儿我们可以连更多的嘉宾进来 那么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 好吗 好的好的好的 稍等 稍等 来 我们下午 我们下午 ième 我们下午 我们下午 请 我们下午 the US is calling on Beijing to publicly condemn the time to stand on the sidelines this is a time to be vocal and condemn the actions of President Putin and Russia in invading a sovereign country but as the u.s. zeros in on the conflict in Ukraine China may have its eyes elsewhere China's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spoke on Monday at a forum the event marked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shanghai communique that's the agreement that was signed during then u.s president richard nixon's visit to china in the 70s wording from the document has garnered particular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as beijing steps up its aggression and threats to invade taiwan the communique reads the u.s side declared the united states acknowledges that all chinese on either side of the taiwan strait maintained there is but one china and that taiwan is a part of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does not challenge that position years after its signing the u.s established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communist china and cut formal ties with taiwan during his monday speech foreign minister wang blamed the u.s for tensions between beijing and washington over taiwan foreign foreign 在普京命俄罗斯军队入侵乌克兰 在普京命俄罗斯军队入侵乌克兰 俄国导弹落入乌克兰境内没多久 我们在国内第一时间看到 中央罗斯军法 那些有问题 想要选择 who chose to fly to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Australia, New Zealand, the European Union or other countries will receive flights and accommodation for free for up to 30 days. Those eligible include members of the new federal state of China and their families, people of Chinese descent, United States residents and citizens of other nations currently in Ukraine. We urge you to get in touch with our support team as soon as possible before it's too late. Thank you. Hello. I don't know where I can see myself. Hello. I'm Faye Faye. 好 对我们昨天自从这个接收到这个信号 咱们GTV因为中共的黑客被暂停了 我们被关闭了 我们觉得真的是很难受 因为我跟飞飞就是 跟飞飞跟小萨儿就是在GTV上相遇的 然后我们也是在GTV上收拾的 但是GTV的这次也是给我们一个深痛的感受 就是中共他们所为了想要让我们闭口不发声 他们无所不用其极 他们竭尽全力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我也很希望让我们珍惜咱们现在能够发声的渠道 不管是盖特尔还是GTV 我们所有的努力都只是为了发出声音 是为了说话而已 但是就是有那么一些人 他连让你说句话都不允许 是的 所以你今天看到我们之前说GTV的事情 什么感觉 其实我昨天晚上 我也在群里面也跟大家聊了一下 就郭宁人也说了 这只是一个短暂的就是GTV的这个调整 但是我觉得GTV发展到今天之前 又有那么多这个包括 我记得以前还有什么螃蟹啊 这些捣乱的人啊 包括那个共产党的黑客啊什么的 今天能够到这样的一个时刻 还能工作到这个时间点 我觉得已经是非常棒了 所以就是说也没有事情 是一般工具 然后也不会就是出问题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短暂的这种 跟GTV告别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而且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平台 在这个不断的可以工作当中 所以完全不影响我们任何的这个推进 我们现在包括救援活动也好 我们这个这个当CCP的事情也好 我觉得都没有任何影响 我相信新出来的GTV 我相信一定新的GTV出来会比之前的 不管是功能也好外观也好 这个都会都会更好 那么这个救的不是新的不来 我们要更乐观的看待这件事情 而且我觉得中共已经害怕到 要把GTV这个黑关掉这种程度 那我就觉得说这个他们已经差不多了 也马上要白白了 很快要隔屁了 人家零死争 这个之前的挣扎 你总共要让人家挣扎一下 是的 这个我们的GTV已经被埋葬了 我们付出了很多的时间精力 但是中共他想方设法的摧毁了我们的GTV 但是我们还会有更多更多的平台 会继续上线 还会继续的发出我们的声音 所以战友们GTV被中共给黑断 黑坏了但是没有问题 我们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平台 就像飞飞所说的 我们早已经准备了很多很多的后手 我们根本就不怕他们的这种黑客 那工程师 好 这个在说这个之前 我还是想这个请飞飞聊一聊 比如因为刚才这个我们聊到这个乌克兰救援 因为刚刚有这个长导歌 还有这个被救援出来的战友这个出来 这一系列的聊这个事情 我觉得这个我想先 因为飞飞之前发了那个关于乌克兰和俄罗斯战争的一个getter 对吧就是我们现在直播的这个平台 然后就郭先生也转发了 我想请听飞飞聊一聊这方面 你有什么感受和看到这些有战友真实的被行动联邦法治基金救出来 和他深的跟我们连线上直播讲他的经历 和我们为这一系列的这些工作 能不能请飞飞你分享一下 今天的这个直播非常好 这个我因为那个早上喜欢睡点觉 然后今天早上醒过来你们已经在直播了 然后那个就什么 我早上听到的第一个是 第一个被采访的对象是我们的那个小飞侠 然后小飞侠就说这个 现在前线飞 就是说包括 现在他在所在的那个组 就是后勤的这个信息确认组非常的这个忙碌 然后呢 现在实现这个信息顺息万变 那我就要求加入了那个组 那那个小飞侠也是这个迅速的就是把我加进去了 然后呢 现在已经在工作当中了 这个是在核实这个前线的这个信息 那真的 的确是我刚刚因为在和我我我们全部都是新手啊 他刚刚跟我讲了一个一个地名的地名啊 我都不认识 然后那个小飞侠还跟我解释一下地名 所以现在在查这个这个相关的这个信息 那发现基辅已经完全就火车汽车飞机完全都出不去了 就我我现在也不知道在基辅的人还能怎么出去 还有我看到这个今天第二大城市也在遭受这个巨大的这个轰炸 那么呃好像也陷入了非常非常糟糕的这个情境 那如果我分析的没错的话是上北下来走西 我都嗯上北下来走西面现在非常危险 所以大家 对往那面逃就往东面东面逃 那个东面过去以后才能就是往邻国去 那我相信这个海陆空那边呃这个你现在估计只能靠自己 是不是只能靠自己开车出去或者怎么样 那我们现在在寻找相关的信息 尽快能够提供到呃给我们这个接电话的战友 呃还有就是现在呃 呃各种各样的消息也很杂乱 有有的人说这个匈牙利能禁 有的人说匈牙利不能禁 那么刚刚我们早上确认过了 就是说匈牙利应该是呃至少对乌克兰呃乌克兰人是可以的 他们应该欧洲应该是提供了一个三年的这个就是blanket的这种visa plan for ukrainian 那么呃对于中国人的消息 哎我现在就觉得中国的这个ccp政府真的是太糟糕了 因为刚刚我们在核实加拿大的信息 那加拿大的官方网页上已经有更新了 专门针对于乌克兰人或者在乌克兰的加拿大侨民的这个相关的护照啊什么的这些相关信息 但中国大使馆像好像就完全没有任何的关于这个你中国人到底应该怎么办的这种信息出来 因为你你毕竟我们现在新中国联邦毕竟说我们我们对于这些签证如果我们自己能能办签证我们天天直播说 加拿大人现在已经让我们中国人进去了对吧呢如果我们有这种外交渠道的话我们早就应该就去沟通这个事情并在这个第一时间通知或者用最有效的方法通知给这个在乌克兰的这个中国人 但现在是说这个中CCP政府首先他与西方他不合作对吧 他在所有的这个经济制裁他都不参与 那么同时他在这个对于中国人的这个保护上面他也不参与 他也没有去寻求任何的这种第三方国家的这种签证的这种保护啊或者支援啊什么完全没有 就就现在变成新中国联邦我们这一群人连地名都拼不清楚的人在这边咔咔咔在查在跟人家看人家外交网站的这种信息看这个主流媒体上面在说这些什么东西提供给我们前线的这个中国同胞这个信息 因为你知道人家关心的现在都是乌克兰人我现在可以给乌克兰人什么特权对吧 那那谁关心你在这个在乌克兰的中国人啊所以你必须这个信息非常非常的难找 你必须每一次都看这个里面有没有把这个中国人cover进去 你这个签证里面是不是会把中国人cover进去这个事情真的是非常讨厌 所以说这个这个这个政府真的是太糟糕了真的极其糟糕 就是做这个中国人我现在觉得真的是尤其是在这个CCP这个统治下面就是太糟糕了 就是你在哪都不安全我觉得 是的中国护照简直就是什么用处都没有 还有那么多的小粉红在拍那个视频拍那种视频 然后很多很多的墙内的老百姓都以为这些在海外的在乌克兰受难的同胞们是因为不想回去 在这个时候战火纷飞的时候怎么可能还有人不想回去 然后还有那么多的水军到处的去说一些真的是很无良的话 包括我们的推特账号也是被封了 几才多少个小时就被封了 加上早上的时候还有出现了大批的水军过来骂战 这都是他为什么会这么做 如果说平白无故的为什么会这么做 就是中共他们非常的害怕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真正在做这些事情的 你做过的事情永远会留下的是不可能被抹去的 像飞飞在拼命的去帮人家去查资料 她记得清清楚楚 她嘴巴里面什么都能说出来是因为她真的做过这件事情 她中共不可能再拿着她空口白牙 她的赵立坚 她的这种方式方法是不可能再欺骗全世界的 是的所以说这个刚刚飞飞讲到的关于这个信息啊 就我还是想重复 为什么我们现在在做这种直播啊 去让亲身经历者去讲是吧 我们现在其实都是亲身经历者是吧 现在这个飞飞是我现在在客服组啊 在帮人查有用的信息啊 然后我们刚刚的说到的飞侠飞象和这个福利导演 我们在做所有的事情都是一个这个怎么说都在参与当中 所以这是一手信息但是大家有想过就是官方信息和讲官方信息 那中共国大使馆发的是不是官方信息 中国大使馆告诉小永宏让他在这个在原地等着啊 我们安排大巴我们安排飞机但实际上他事实上在做什么 他在他在派飞机装物资来支持这场战争是吧 那这个现在我们所有的这个刚刚这个上来的这个被救援的战友也好 和所有的我们刚刚上来的战友都在说一个 就是我们现在不在乎你的政治观点 我对吧 我们我们之前要这个怎么样 我们你们先活下来之后我们可以继续对立 可以继续这个战斗 但是现在作为人作为在战争当中的 我们不愿意看到任何人被这个导弹给倒了 是吧 被机箱给扫了 也不愿意看到任何人两方打辆的时候看到中国人都朝中国人的车射击 这是什么道理呢 对吧 所以说我期望还是我想说这个所有的只要有渠道的啊 能告诉身边人的和你自己如果需要帮助的话 请联系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信息是吧 这个刚刚我和飞飞我们所有说的信息 我们是这个媒体组我们不能代表说这个法治基金不能代表 因为我们的官方渠道 我们的官方渠道就是我们列出来的这个 电话邮箱和扫码的这个联系我们通过所有的都是通过客服 他们有强大的法律支持情报支持啊信息支持啊 这个我相信我们就不用多说了是吧啊 这个通过刚刚被救出来的这个战友 他自己的亲口就已经告诉你了 我们给他支持给他准确的情报准确的信息和各个方面的这个支持 他最终能够达到波兰现在能够9月和未来他还是会在这个 他也会在这个信息中心 他也会提供他所知道的当地的信息 后来后面的话会有更多的人加入进来 更多的从战区里面逃离出来的战友们加入进来 这样的话我们就会了解更多事实里面的情况 因为我们现在所有了解的情况都还是通过电话通过其他的方式